记者陈建志台中报道,太平区光龙里的光龙大台护栏过去遭民众吐槟榔之险的脏乱,近来四名高中广告设计科30多位同学接力进行彩绘,图案并融入地方人文特色,画上信仰中心广心宫以及琵琶、竹笋、荔枝等农产,近日完成后附近居民都称赞社区变漂亮了,尤其白底红色图案的彩绘, 更让社区充满浓浓的过年气氛 慈明高中校长杨树夏表示,为了让同学走入社区,服务民众平常就会安排同学到附近社区帮忙打扫意见 去年底得知光龙里在车龙普国小旁的光龙大牌护栏老旧,主动安排广告设计科同学协助彩绘 慈明高中学务主任张志宏表示,事前先和里长协调彩绘内容,近日有广社戏料用证,黄成伟,江子文等三十多位同学,利用上课空档轮班接力彩绘,在长约七十多公尺的大牌护栏上,画上五尺、飞龙、春福等喜庆图案,更搭配地方的人文特色彩绘 对地方信仰中心的广心工以及琵琶、竹笋、荔枝等特色农产,完成后居民都称赞不已 太平光龙里长黄秋勇说,这条大牌护栏过去显得老旧,学校得知后主动安排同学协助彩绘 前后花了约两个星期,完成后让社区焕然一新,尤其白底红色的彩绘图案,不但让夜晚感觉起来更明亮,也让社区充满过年的喜气洋洋气氛,非常 感谢校方和同学的协助 住在附近的曾先生说,过去大牌旁的护栏因风吹日晒雨淋出现斑驳,加上遭露过民众吐槟榔枝而显得老旧 感谢同学不辞辛苦顶着大太阳席地而坐进行彩绘,现在彩绘完成让护栏变漂亮,不但社区环境改善,甚至有运动经过民众特别走进来参观,很感谢同学让社区变漂亮了